在很多人眼里 游戏是艺术作品 具有娱乐和鉴赏的双重价值 但在更多人 尤其是家长的眼里 游戏是害人的东西 类似指控 包括但不限于 玩游戏的孩子成绩差 游戏是电子海洛因 即便没有这么极端 游戏至少也是被视为了 带点罪恶的娱乐 那么电子游戏 真的是孩子碰不得的东西吗 今天我请来了一位嘉宾V大 和她正在读高一的女儿小V 作为支持孩子玩游戏的家庭范例 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看那人知道我的 会叫我秘书呢 其实她来源于一个游戏的角色 就是Vega 街霸里的那个警察 V大呢是一位编剧 也是国内第一份 电子游戏攻略书的创刊人 是一位拥有40年游戏龄的资深玩家 同时她也是一个 有学业压力的女孩的父亲 我之前在粉丝里 做过一个小调查 看看有多少家庭 是支持孩子玩游戏的 考虑到关注我的朋友 本身都是关心游戏的 调查结果仅能作为参考 这次我一共收到了3036份问卷 有效问卷是3032份 其中有2015个学生 140位家长 877个进入社会 但没有孩子的年轻人 这问题 有学业压力的学生的回答 会比较有说服力 所以呢 我们把年龄限制在了18岁以下 发现21.7%的学生 表示自己的家长明确支持玩游戏 当然大多数家长是没有明确表态的 这个数据还是比较符合体感的 不过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支持到底是多支持 我们在物色嘉宾的时候 有特地去找在当初中老师的朋友 发放问卷定位家长 好不容易有个中学生说 我每周玩5到8小时游戏 我爸妈超支持 我们很兴奋 立刻去联系家长 结果人家妈妈说 我们支持孩子玩游戏的 每周可以玩一小时 这个案例说明一方面 父母其实并不了解孩子每天在干嘛 另一方面 所谓的支持 也只是每周一小时的固定额度罢了 相较之下 我们今天的嘉宾V大 在家长堆里就非常另类了 他基本上没有对女儿玩游戏的种类 和时间有任何强制性的干涉 那小V最早是怎么接触到游戏的呢 那个时候大概13岁吧 PS3上有一个 Hakuna Matata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那他是就是两个摄影师 到了非洲 非洲这个大草原每天去拍照 去完成一些拍照的任务 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接触到游戏的 PS3上还有一款就是 陈兴汉做的那个花 花 那这个游戏呢 就是说是 玩家就是说可以操作风 你可以吹动这个花瓣 来把所有的这个 大地上的 含苞 带风的花朵 让他们打开 荒凉的 荒芜的 这个世界最后变成了一个 繁茂的 彩色的世界 花这个游戏 玩家是不会失败的嘛 那你可以随意随意地让他去操作 可以让他体验那种 像风一般 飞翔的那种感觉 等他就是说 稍微开始有一点这个 操作能力的时候呢 我给他推荐的是 真三国无双 这样的 是您故意的吗 故意的 对 为什么选择了这个游戏 去让他作为一个 比较正式的游戏入门 就很多人都觉得 孩子应该先玩 像Maria这种游戏 对吧 其实Maria的操作比那个时候 那一作的三国无双要难 那个时候 真三国无双 已经变成了一个 难度非常低的一个 休闲性的游戏 但是他同样是拥有一个 挺不错的画面 而且里面有很多这种 历史上的这种人物角色 他尤其是可以双打 那双打的时候呢 你完全可以 把它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就敌人比较少的地方 我去负责一些 比较比较难的任务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他其实就是对这个动作游戏 就产生兴趣了 那他就会觉得 我做了这个动作 这个人就会骑马 我做这个动作 这个人就会打出一套招数 他马上就有反馈 他就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我家里基本上就像一个游戏的博物馆 他只要想玩到这个历史上 某个主机上的某个游戏 他随便就可以玩 他其实是玩了非常多的3A大作 就好比说一个人 他从一开始 他接触到的都是著名编剧 著名导演拍的一些经典的电影 那同样游戏也是 他从小 经典游戏 从小接触的都是这个 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最经典的作品 那所以他自然而然就说 他对游戏的看法 这个演接 那就是不一样的 他后来又会接触这个 人者龙剑传 对吧 那这个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暴力一点 GTA也会感兴趣 那GTA大家都知道 那现在完全没有到可以玩的年龄 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 V大给孩子玩的游戏 很多都是社会的广泛认知里 小V这个年纪的孩子 不被允许玩的 血腥暴力恐怖 会让孩子变成法外狂徒吗 他平时玩GTA 他在GTA里会去参与很多 很不适合孩子的一些任务 对吧 违法犯罪活动 但是后来我给他玩底特律 其中有一个桥段 女副制人带着小女孩 又冷又饿 跑到了一家便利店里 那一般人就想 我女儿都玩GTA了 对吧 那这种时候 他应该直接把店员就放倒了 对吧 那就大吃特吃了 还恰恰相反 他真的就没有去偷 哪怕这已经是又冷又饿了 我带他去过很多店 收银的地方 会不是放在出口的 就是说你拿了这个东西 实际上你直接从大门走出去 没有人来来你的 他就看我 每样东西我都把钱扶了 经过这个东西之后 他其实会意识到 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当游戏里出现 类似的场景之后 他会以他自己的良知 去做出正确选择 而且我确实不认为 你玩那些看似 比较偏暴力的游戏 能够就把一个人 就变得像游戏的角色 那样的暴力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关键问题 还在于他生活当中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家长是怎么对他 言传身教的 那我觉得我是做到这一点的 他能够把游戏里的这些行为 跟生活中的行为 能够区分开来 孩子最早就是从 模仿父母中成长的 言传身教比什么都有用 当然这不是说 给游戏分级 就是不需要的 我们都认为 应该给文艺作品分级 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的责任 它需要提供一个指导的作用 让家长和孩子 对自己选购的作品 有合理的预期 保护孩子 也让成年人 可以正常地享受这些作品 除了分级内容 很多家长非常担心的就是成瘾问题 觉得孩子没有自制力 进入虚拟世界就再也出不来了 大部分家长是不太了解游戏的 单机游戏 流程就这么长 而且随时可以放下拿起 想成瘾都难 网游 确实是很多新闻里 废了的孩子成瘾的原因 不过 单机对网游 这个划分方法 V大并不认可 很多游戏 你说它是单机游戏吧 它有线上模式的 其实我觉得区别不在这里 游戏它一定是有对抗的 要么是你人和人之间的对抗 要么是你和电脑的MPC之间的对抗 但是它必须是要有游戏性的 它能够让玩家在游戏里成长的 玩家在游戏里是自己水平真正的提高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说 是玩家在这个游戏里 虚拟的这个level的上升 甚至我用钱可以买来这些东西 所以我在这个游戏里 我就能够所向无敌了 那王者荣耀呢 它其实小孩玩 很多人不买皮肤的话 对它来说也是个免费游戏 我女儿不是没有玩过王者荣耀 她也曾经玩过一种 而且她的那个号 曾经也玩得挺好的 后来是她主动放弃的 我并没有对她做过任何的限制 干预是吧 干预 同学都玩这个游戏 就我就觉得 要跟他们玩一些一样的游戏嘛 我就去尝试过 但是我发现这种mobile类型的游戏 我不是特别感兴趣 所以后来就没有玩了 她见过真正好玩的这个东西之后 她是不会对 相对来说 比较一般的东西再会感兴趣啊 所以也就 不会再发生这个象征 什么拿着家长的钱去课金 因为对她来说 玩游戏课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其实呢 这也说明 家长更应该主动去了解游戏 提前做好准备 毕竟信息时代的孩子 要想完全接触不到游戏 实在是不太可能 不如提早让孩子接触到 合适他的游戏 提高游戏审美 这样游戏就不会是什么 不得了的禁果 难以抵挡的诱惑 其实吧 光提高游戏审美 似乎也并不能够保证 孩子一定获得较强的自制力 通过和V大接下来的聊天 我发现 她最值得尊敬的 还不是支持孩子玩游戏 而是她对孩子展现出来的 尊重 平等 和关爱 有很多家长 她对孩子玩游戏 她觉得她不理解 她说 吃饭了呀 叫你吃饭 你怎么不听 怎么迷在游戏里 其实孩子未必是迷在游戏里 她可能在找前面一个存当点 我女儿 她在没有到存当点之前 我是不会去干扰她的 最长等过多久 半个多小时吧 我肯定不会在游戏玩的 最尽兴的时候 去给她强行刹车 那是很败性的事情 家长自己懂游戏 玩游戏的话 就能可控 家长如果自己是不懂 而且她又对游戏 比较有一些成见的话 那这个时候她就有可能 跟孩子之间会产生矛盾了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 双方互相不理解 家长就觉得 叫不听 对吧 这个就是被游戏民主叫不听 那孩子就觉得 你根本不懂的 你不了解 我现在不能过来 对吧 口带入 对不对 是的 建议家长们 你们最好自己 也去玩一下游戏 你们自己也去体验一下 对吧 在游戏里头 什么时候是可以中断的 什么时候是不可以中断的 你要去想要引导孩子 你自己首先 你得会这个东西 没有使用量化的指标 框死一条红线 一小时就是一小时 这样去管理孩子 是我还挺意外的一个细节 可以等孩子玩到存档点 再去吃饭 让我感觉这个父亲跟女儿之间 真的是互相尊重的 因为叫孩子吃饭 孩子就要放下手上的事情 立刻去饭桌 是很多家长 彰显自己控制权的一种方式 当然他们会美其名曰 礼仪 我在孩子的心目当中 其实更像是一个导师 一个朋友 作为父亲的那种威压的东西 几乎是没有的 我跟他平时的这种交流 都是很平等的 他从小也是在这样的一个 民主交流的这么一个 氛围当中长大的 我经常带我女儿去喝下午茶的 只有你们两个人是不是 对 只有我们两个人 很多人就是 他觉得我很宠孩子 就说我们这边 很多事情是喜欢走极端的 这个所谓的极端 要么就是对孩子这种 严格的管控 处处提防 然后处处觉得 这孩子怎么怎么不对 而且对孩子 实施这个高压政策 要么就是 放任孩子怎么样 其实所谓的溺爱 就是属于放任孩子 不管 孩子要吃的 我就给你买很好吃的 孩子要玩 没事 我钱多 我就给你买一种东西 但是 所谓的溺爱的这种家长 他跟孩子之间 几乎是没有什么交流的 尊重孩子的娱乐和爱好 潜移默化地营造了 一种互相尊重的家庭氛围 小V呢 没有什么需要瞒着父母的 现实生活也非常充实快乐 那么围绕 要课金和课时间的那些 高度逃离现实的游戏 对他来说 吸引力自然就不大了 自知力自然而然 也就培养出来了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 会更直接 玩游戏时间越多的孩子 成绩会越差吗 我们先不用急着回答 这个问题的提出 其实有一个前提 就是默认成绩 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 最重要的 甚至是唯一的指标 我们大部分家长呢 是认同这个观点的 但是V大 并不这么认为 实用主义的这种观念 还是占了很大多数的 电竞 这个东西是可以出名的 对吧 而且是可以赚大钱的 如果这孩子说 他有能力可以培养 去打这个电竞 他是支持的 你玩一个游戏 你纯粹是玩 你纯粹的玩 他就觉得不能接受 但是如果是他自己 他去 无论是搓麻将也好 或者起玩赌博技也好 他觉得我有可能有收入 我可能真的有钱进来 真的有这种想法 家长很多的 好离谱 说实话 真的 我不知道你可能没有见过 但是我遇到身边有很多 就在今天的时候有一个热搜 超级小节上了热搜 他的家庭就是这样子 他的妈妈喜欢出去打搓麻将 对 然后他是游戏主播 一直打游戏 但他妈妈就不能理解他打游戏 对 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理解 很多网友好像也不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 但您讲完以后 我大概就懂 现在明点了 是吧 恍然大悟了 他理解不了这种非功利的东西 他甚至会觉得这种非功利的东西 是一种 是一种罪恶 其实游戏最早来说 它带给人的是一种 纯粹的体验的一个快乐 游戏是什么 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 一个人类的这个说 在社会里的活动的一个映射 我们现在玩到的很多球类游戏 其实它最早其实是来源于 人类的战争 可以不用通过那么野蛮的流血牺牲 但是同样达到让人和我们上升的 那种那种 而且有那种强的对抗的体验 其实游戏本身也是人类诞生的时候 它本来的天性之一 其实是个非常合理的诉求 对 是个合理诉求 Vida说的实用主义 准确一点说是功利主义 认为最重要的行为是将效益最大化 在这里这个效益就等于了经济利益 就是钱 说实话 我很难苛责父母对于钱的渴望 它有很多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但我也认为家长不应该用功利的思想 去苛责孩子 绑架他的人生 当然我知道大家对刚刚的问题会很好奇 我的调查结果告诉我 在整个学生群体中 玩游戏的时长和成绩是不存在相关关系的 细分到大学生和中学生的群体 稍微有一点点偏向性 中学生每周玩八小时以上的学生 成绩稍微会差那么一点 大学生每周玩一小时以下游戏的 成绩会稍微差一点 不过都不显著 结论依然是不存在相关关系的 那他玩游戏和他的成绩之间有相关关系吗 不要总是把孩子的学期成绩退步 去给他硬找个理由 你又你在玩游戏 你玩游戏然后耽误了时间 然后你没有心思搞学业了 因为我们以前都经历过 以前没有电子游戏的时候 对吧 一天到晚看这种野术 对吧 有些女孩子那时候看穷小小说 有些男孩子看金庸小说 孩子出现的很多问题 往往你会发现都会归咎于 那个时代最有吸引力的东西 家长如果老是去这样找理由 而不是从他自己出发 我觉得这样是不妥当的 甚至我认为这样是失败的 真的是没有必要说我去呼吁 你们社会上什么救救孩子 对吧 当你喊救救孩子的时候 你无非就是想着 我家长已经做得很好了 这个事情错不在我 如果这个孩子没救了 那肯定是这个社会上的 什么什么东西 害了这孩子 受了这个不好的东西的诱惑 然后我是没事情的 我觉得是要批判的 这种观点 那您对他的这个期待 大概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孩子中油片上就可以了 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是真的 孩子的人格 他的这个培养 我觉得是更加的重要 他会懂得爱 他会懂得去怜悯 这些很好的善良的天性 我都是从小 我都是让他发扬光大 他现在有几个爱好 就是说 一个是画画 然后就是音乐 用这个音乐软件 自己也谱过曲子 像这种兴趣爱好 我都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然后我也就鼓励他去 发挥他这样的兴趣爱好 他高三考大学 有什么规划和期待吗 他对他来说 他最希望的是 能够进一家游戏公司 因为我有好多很好的朋友 是在这个游戏公司里 得到去过 他也很喜欢那边的氛围 他对于这个游戏的策划 有很多自己的见解 就反正总之是根据他的兴趣走 对 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不会去强求他说 你将来一定要给我考 考师范 比如说一定要去做老师 没有说这个 没有说这么做 Vina所说的 尊重孩子自己的兴趣爱好 和人格培养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 为孩子的未来保驾护航 我非常赞同 在接下来的聊天里 他分享了一个 让我非常震惊的事情 我敢打赌 屏幕前的各位 没有见过这样的家长 我的支付宝 绑定了我一张银行卡 那这个账户 我跟我孩子是共用的 孩子他要消费 他买东西 是不用我给他买 甚至就是说 不用经过我同意 他可以自己 独自做主张的 比如说 有他喜欢的一些东西 他会去买 但就算这样 我也不会乱花钱 我给他定一个限度 就假装 这是零花钱的一部分 我们都是这个家的 这个钱是这个家里的财产 就是分子用的 他也知道 就是说这个价格 如果超过一定的范围 他会主动先来问我们 他自己买过 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他要给我买过 买的最贵的东西 是送爸爸的礼物 对 他给我买过一个 铁拳的里面 一个女性角色的 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在国内 已经很难搞了 就是他是去日本 这个中古店 去搞来的 因为这个角色 是我的主力 他知道也知道 我很喜欢这个角色 到了那天就突然 给了我一个惊喜 那我知道这个孩子 可以 很懂事 那有没有什么 他说申请 说爸爸我想买这个 然后你没有答应的 有啊 我跟他说 这个月反正 好像我们这个预算 有点紧了 你要不这个东西 要不我们下个月 他也是完全接受 但是我也知道 有些东西呢 你现在不抢的话 到下个月 可能真的就没有 那就很遗憾 我能够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我就帮他实现了 其实我自己觉得 让孩子很早就知道 家里的经济情况 自己能够合理安排啊 提早地进行支配金钱的一些 小实习小演示 是挺有帮助的 对 我工作室的小伙伴们 都不曾想象过 小时候父母 如果是这样的教育方式 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不过Vida的案例 很有启发性 他真的是我见过 最尊重孩子 信任孩子 把孩子当作一个平等的人 在相处的父亲 而且给予了充足 又不过分的陪伴和关爱 我们今天聊的是游戏 但我看到的全是这位父亲 各种各样的爱的细节 在现场 我还让他俩做了一个快问快答 你觉得你有多了解他 十分满分 你大家几分 七分吧 好 我希望是七分 七分吧 其实我不希望我 太过了解他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我就变成一个 很恐怖的人了 确实 对吧 其实我相信小V也不像这样 你对孩子的成绩是否满意 我觉得他应该 也是在七分左右 也就是说还是有上升空间 对 五分 因为游戏吵过架吗 没有 我们只因为游戏的玩法 可能有过争论 但是不叫吵架 说一个孩子的优点 善良 我觉得他脑子很聪明 因为他是个编剧 他能写出很多 有意思的东西 脑子很聪明 他最大的缺点 喜欢睡懒觉 把拖延症传给我了 大概对他有多满意 满分十分 给他打几分 十分 九分吧 他对我很好 九分他应该是 九分就是我觉得最高了 因为如果人太完美就没有意思了 V大和小V的案例让我看到了一个健康家庭的亲子关系 家长应该主动去了解游戏 能够分辨哪些游戏是适合自己的孩子的 电子游戏也只是人们的基本需求中很普通的一个 不必有恐惧感 生活环境 家庭氛围 给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是最大的 孩子有席位问题 要多从家长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要不得 给孩子足够的平等 尊重和关爱才是最有用的 在采访的尾声 V大说现在的年轻人会更开明 在我的调查里 这些还没成为家长的年轻人 大部分都表示愿意让孩子玩游戏 未来大家一定要说到做到哦 最后我特地问了酷爸V大 要了一份他推荐给不了解游戏的家长使用的 推荐游戏列表放在视频里 欢迎大家分享给有需要的家庭 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物色合适的嘉宾 之前有找到一位和游戏没有那么强关联度的家长 他也是完全支持孩子玩游戏的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家孩子玩游戏的时间比作作业多 但他觉得这样的家庭还是太另类了 害怕被骂 所以拒绝了采访 如果你有认识真的支持孩子玩游戏的家长 并且愿意出镜采访的 欢迎通过这个邮箱联系我们 游戏家长会 希望还有下一期